第五届全国有机茶分级分类评鉴比赛 花莲包括瑞瑟、玉璃、富里 六位茶农大选身手 拿下了两面特选、四面精选 还有七面优选的奖项 堪称是最大赢家 农粮署东区分署长徐辉飞 他亲自南下登门贴红榜来庆客 他也表示花莲目前有过半的茶园 都是有机栽培生产 显见花莲有机茶产业非常的坚强 农粮署东区分署分署长徐辉飞与团队人员 一大早封城普普赖刀南区瑞瑟湘武贺 玉璃镇赤克山以及布里香六十淡山茶产区 贴红榜请贺 今年是第五届的有机茶的分级分类评鉴比赛 那我们这次花莲的成绩非常的优良 一共有六位农友获奖 那其中在这个特选的部分有两个点 然后在精选的部分有四个点 在优选的部分有七个点 所以整个成绩是非常好 2024年第五届全国有机茶分级分类评鉴比赛 花莲就有六位茶农获奖 而其中为花莲有机茶重镇的瑞瑟湘 明鹤茶园更是三连霸 农会理事长罗文藤 总干事黄胜黄与有荣烟 也一起贴红榜亲赫肯定 瑞瑟现在的有机茶的面积越来越广 而且我们这个蜜香红茶 它基本上是不施打农药的部分 所以我们农会积极的在辅导我们的农友 来做一个转型 希望能够达到全有机的这个区块 那农会也有一个愿景 就是希望在五号这个地区能够设立一个有机无毒的茶村 那我们也朝这个方向再努力 目前欢立县有机茶产业面积将近127公顷 有机认证的茶园就有67公顷之多 显见花莲茶农对有机茶产业的重视与投入 尤其在全国有机茶大赛中年年榜上有名 分组长许晖飞也高度肯定 专注聆听茶农在有机茶产业上的甘苦谈 跟不忘分享推广这份天然健康的得奖茶滋味 那当然这也跟我们农友在投入有机农业生产有关 那整个我们花莲的有茶业面积是127公顷 那其中通过有机验证的就有67公顷 等于超过一半以上其实都是以有机方式来栽培生产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能够拿到这么多好奖的一个原因 那也希望这个农友持续努力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 第五届全国有机茶TAGS分类分级评鉴比赛 花莲瑞瑟乡名鹤茶园瑞瑟有机生态农场 玉璃镇吃科山的天心茶园高层茶园以及银河茶 布里乡六十弹山的林俊杰共六位茶农 共计拿下了两面特选、四面精选以及七面优选奖项 展现花莲有机茶产业的竞争实力